福布斯公渡了2018年,全球男演员收入排行榜,成龙作为唯一一位华人男星进入前十榜单,今年男演员前十总收入为7.485亿美元,以下是前十名的演员。 第一名,乔治克鲁尼老牌帅哥克鲁尼魅力不减,通过投资等各种手段,他收入达到了2.39亿美元。 第二名,赵恩强分巨石现在已经是在中国最具票房号召力的好莱坞男星,他的狂暴巨兽,速度与激情吧,摩天领就等大片相当震撼,收入了1.24亿美元。 第三名,小罗伯特唐尼他是复仇着联盟3的中流砥柱,是漫威的招牌角色,钢铁家进账8100万美元。 第四名,排姆斯沃斯凭借魁伟的身材,英俊的脸庞,男人为十足的雷神进入榜单,拿到6450万美元。 第五名,成龙华人影坛的大哥大,地位至高无人能比,成龙大哥4550万美元,排在第五。 第六名,威尔什密斯曾经的好莱坞票房宝账,我十分喜欢的一个演员,他的经典作品很多,现在拍摄的电影已经相对比较少,在这种情况下,依然赚到4200万美元。 第七名,阿特谢护马尔,这个印度演员我不太熟悉,不过能赚到4050万美元,自然是很有实力的。 第八名,亚当·桑德勒纪金凯瑞后,国家人最喜欢的好莱坞喜剧明星就是他了,博物馆奇妙夜,系列看了很多遍,他的收入是3950万美元。 第八名,亚当·桑德勒纪金凯瑞后,国家人最喜欢的好莱坞。 第八名,亚当·桑德勒纪金凯瑞后,国家人最喜欢的好莱坞。